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雷诺120年的历史在东风雷诺只有五年 所以目前能够国产的车型也就克雷加 克雷奥两款 大马路上能见度就不是那么高了 所以有一些网友对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 没错 我们今天就来试一试这台车和大家来加强一下印象 那在说这个之前我还必须要说一说 一说到雷诺多数的编辑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它 就是浪漫 为什么大家不约而通的选择了浪漫呢 当然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觉得呢 因为大家对于法国车对于雷诺的理解可能不是那么深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感性的词汇来片面的概括它 但是雷诺其实真的是这么感性的一个品牌 这么浪漫的一个品牌 我们今天来试一试这台科雷加呢 我们试着用一种理性一点的方式 来从产品力的方式去讲一讲这台车 有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加了哪些新东西 那OK 我们先来一个老规矩吧 先把外观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台车的外观呢 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不说呢 你可能不能仔细地去辨认出来 首先是一个前点 做了一个音意识的变化 那所谓音意识呢 就是这是音的生者 那有一对翅膀打开来了 那同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看到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比如像这里会有一些LED的变化 尤其是这样一个白框 有点像是那种很斯文的 很文艺的那种小眼镜 如果我们绕到侧面来看 侧面有一个18寸的轮毂 这些也是比上一代放大了一些 当然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是在尾部 如果我们去看尾灯的话 会发现尾灯就变得更有立体了 有一些凹污进去的造型 这也是这两年奥迪啊 宝马啊 这些品牌都在用的一些做法 那里面呢 也都用上了一些LED 此外呢 这个蓝色是雷诺的一个主推的原色 这都是这台车的一个大概了 那我们还是复习一下 几个基本的参数 第一是一台2.0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匹配的呢 是一个CVT的变速箱 有前驱有四驱 车长4米5 轴距2米6 OK 这就是科雷家的一个大概了 我们接下来到车里去看一看 看看车里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坐进这台科雷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新科雷家好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其实从上一次科雷家出现的时候 你已经发现了 他把很多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都改回来了不少 比如像以前会在这个地方去调窗户 这个地方去调座椅等等 现在都六神归位回到了他该有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这台新科雷家里面 又有哪些新的科技是再加进来的 比如像以前有块液晶屏 以前有块液晶屏 现在都有 但是这两块液晶屏里的一些信息量 就变得不一样了 尤其是这块液晶屏 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按钮 这个是它的自动泊车 这个是它的一些ADAS的系统 我们来看ADAS有什么 ADAS有车道偏离的预警系统 有一个盲区监测 和一个自动的远光灯 那这些以前都属于在高顶配车型的 现在在中高配车型上 就都通通都有了 但是最最值得一说的是 这里面的一套EasyLink系统 这套EasyLink系统 可以视为是东风雷诺 去对中国一个主流的车联网技术的一次追赶 我们知道中国人每天都玩手机 所以中国的移动车联网这一块 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的 甚至比欧洲比美国可能都要好 那这样的一套EasyLink系统里面 包括什么样的功能呢 首先它可以去把我们的苹果 或者安卓手机 用CarPlay CarLife去连起来 那其次呢 它也用了高德地图 它还可以去做一些编队的行驶等等 里面呢 还藏了一个六方位的坐标仪 这个六方位坐标仪呢 是由博士来开发的 所以呢 它可以去监测到车子的一些 上下的一些轨迹等等 去为这样一套GPS做辅助的定位 这个呢 在上海啊 在重庆啊 武汉啊 这些有高价的城市 是特别特别好用的 它可以解决车机 这种定位飘移的一个问题了 那当然除了这些呢 我们还要最重要的是 用嘴巴去测试它 因为这个呢 是中国的车联网里 一个最好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来试一试 你好小诺 请说 我想去机场 为您找到以下结果 请选择 第一个 好的 即将导航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你好小诺 请讲 我饿了 欧洲比美国可能都要好 那这样的一套 EasyLink系统里面 包括什么样的功能呢 首先它可以去把我们的 苹果或者安卓手机 用CarPlay CarLife去连起来 那其次呢 它也用了高德地图 它还可以去做一些 编队的行驶等等 里面呢 还藏了一个六方位的坐标 这个六方位坐标仪呢 是由博士来开发的 所以呢 它可以去监测到车子的一些 上下的一些轨迹等等 去为这样一套GPS 做辅助的定位 这个呢 在上海啊 在重庆啊 武汉啊 这些有高价的城市 是特别特别好用的 它可以解决车机 这种定位飘移的一个问题了 那当然除了这些呢 我们还要最重要的是 用嘴巴去测试它 因为这个呢 是中国的车联网里 一个最好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来试一试 你好小诺 请说 我想去机场 为您找到以下结果 请选择 第一个 好的 即将导航到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你好小诺 请讲 我饿了 为您找到以下结果 请选择 你好小诺 在呢 我想听陈一迅的歌 我们用自然语音的方式 去和这套EasyLink 进行了交互 它可以帮我们 找到目的地 并且打开高德导航 它也可以帮我们 去用一个场景化 去找到 我饿了 给我找到了 一六的餐厅 它还可以给我 去找到陈讯的歌 那这些呢 都是中国的主流车机里 可以去做到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 它没有做到 就是我让它打开窗户的时候 它没有做到 那这个呢 就是总线 对这套车机的开放程度了 一般来说 一些中国品牌会认为 总线 向它开放一个权限 是可以让这台车 变得更加便捷的 但是呢 一些合资品牌 又会更加保守一点 他们觉得 把这样的一项功能 打开来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些 安全的隐患 所以呢 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 在这方面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套EasyLink 这套EasyLink的各个反应速度 功能 软件应用等等 是现在中国的 车辆网的一个 齐频的水平的 也就是说 这就是 现在主流的一个状态了 现在很多的合资品牌 在这一块 其实做的不好的 那东风雷诺 算是合资品牌里面 做的比较 往前一步的一个品牌了 那当然 你会想到的是 对于一些其他的品牌 比如像自主品牌 或者说一些豪华品牌 会做的更加酷炫一些 这些呢 东风雷诺 克雷加 其实并没有做到 那么酷炫 它是一套 很好用的系统 但是不是一套 酷炫的系统 那也就说起来 一个问题了 合资品牌的竞争力 到底是什么 合资品牌这一块 都不是他们最强的地方 其实他们更强的地方 在于 如果你用了 一个很贵的乘套 那么地上 船上来的一些震动 都会显得更高级一些 我想第二个问题就是 调教会不一样了 那每个品牌 会带着自己的DNA 去调一台车 每个品牌 拿到不同的硬件 可以给这个硬件 不同的反应的品牌特性 那说回到 我们这台克雷加 它的调教又是怎么样 我们来给一把方向看一看 这种的感觉是很顺态的 就会有一个感觉的 比如像如果这台日本车的话 你给出一个方向盘的动作 它其实会给你 哦我知道了 你要转向了 然后它给你很平缓的转过去 但是法国人给你的是 更快的去给到你 对于发动机和变速箱 我觉得就不用去特别多提了 那我们开的这个版本呢 是一台2.0的自然吸气的四缸机 有缸内直喷 有VVT 有静音面条等等的 一些新的科技感 其实雷洛日彩联盟 还有一台发动机 1.2T 本来是想能够 跟这台发动机 有个取代关系的 但是没想到 可能是今天很多消费者 觉得能够买这台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是显得迷足珍贵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 依然选择了 现在一台发动机 基本上开起来 这就是一台 这种不想犯错的 一台发动机 反正整体都调的 特别可靠的那种 那但CVT呢 我觉得有比较多说一说 因为CVT这里面 它用的是Jetco的CVT 全球出货量最大的一家公司 然后他们家的CVT呢 大概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硬件上 它会比较宽裕 也就是说 它在7.0的尺比 可以让我们做到 100公里的时候 以特别低的转速去运转 这个时候 我们的油耗就更低了 第二个呢 是这台CVT变速箱 它的锁止率特别高 锁止率高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经常听说一些 什么变速箱 CVT会打滑等等的 其实就很大程度上 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 如果锁止率 能够去提高一些 那意味着你的钢带 是能够承受更大的力度的 那你也可以给它 更多的这种 铿锵有力的感觉 比如像我们现在 翻到手动模式 我们就可以一档一档的 降档加档 降档加档 这个时候它会像什么 它就像是一台AT变速箱 它是有台阶一级一级的 而不是像CVT的这种 无级变速 也就是说 它在模拟一个 七档的变速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呢 是这个变速箱里 所能够提供的 当然这里面呢 还是要看到最重要的是 标定的功夫 标定的功夫 会体现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呢 是起步的时候 一台CVT变速箱 很容易就给人一个 抖动 传动的感觉 我们来试一下 很顺畅的起来 就像一台AT变速箱一样 那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去把它 做到一个 四五十的速度的时候 然后再轻轻的 一种小油门去吊它 这个时候变速箱 很容易进入到 一个犹豫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开到三十四十 OK 好 我们小角度的油门 一点一点的去点它 油门的反应速度 调的一般 但是整个变速箱的 顺畅程度 是做得相当好的 那这里面呢 也就是我们去看到 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这台车里 所给出了很多 法国人调车的 一些元素在了 昨日晚上发布会 东风雷诺 给了新科雷加 一个价格 十三万九千八级 那十三万九千八的价格 还匹配了一些资源 比如像十年的流量免费 一个超长的质保 还有一个不错的金融计划等等 当然十三万九千八的这个价格 我们依然会想 在这样一个价格区间里 我们可以选择的车子 其实很多很多了 所以归根结底 一件事情 你觉得雷诺这个品牌 你愿意多花多少钱 来去拥有它呢 那我们今天所试到的 这样一台新科雷加 它大概有一个 比较靠谱的三大件 而且是一个 经过验证的三大件 所不同的是 在三大件的调教上 它给出了一些欧洲车的 独有的雷诺式的调教 当然还有一块呢 就是合资车一贯 做得不太好的 这一台科技的车机 这一块 在新科雷加上 也得到了普桥 但在最后 我特别想展示的是 一把雷诺的车钥匙 我第一次和雷诺 接触的时候 是我同事借给我一台雷诺 他把他的车卡钥匙 交给我的时候 我在想 哇 拿着一把这样的钥匙 坐下来喝咖啡 往桌上一放的时候 你会觉得生活都更加美好 这就是法国人造车的 一个感觉 他不仅仅造车 造完之后 还要给你一些 生活的景趣在